近日北京历史学者洪正快撰写了一篇题为 《地端人口概念由来内涵与争议》的这样一篇文章 发在他的微信公号《史相万千》上 结果呢文章遭到了秒山 《史相万千》的微信公号也因此被封 那么一篇探究第一端人口渊源和争议的文章刺痛了谁呢 好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这个历史学者时评人洪正快 洪先生你好 你好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撰写发表的这篇 关于官方使用低端人口情况的这篇文章 它到底都披露了哪些内容而遭到官方删文并且封号呢 你刚才说到秒山呢可能有点不准确 因为我发表文章大概有十几个小时以后被他删掉 好 在发表文章的时候呢就是出现那个低端人口 就是汉字这个低端人口呢 他就通不过后来呢就把这个低端的低字呢改成这个字母这个底 然后呢后来才通过了 那么这个文章呢它是一个很学术的就是考证一样的 也就是说从这个低端人口这个词它到底是这个是从哪里来的 那么它有什么内行 只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这些情况 那么这个由来呢就是这个低端人口使用呢这个词呢 我根据文献找到了呢它应该是最比较早的是应该07年就出现了 2007年就出现了 然后2007年以后呢就是以后的几年当中呢 那北京的一些区域这个相关的发展这个对策当中呢就已经有使用这样的词 然后呢到了2001年 2011年那个北京市樊山区的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当中呢 他就明确的这个把这个词写进去了 然后到2015年的12月份 有一个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那么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他这个讲话 他也使用了这个词 那么他单纯使用这个词呢 他是以这个否定这种排斥低端人口做法的出现的 但是呢他因为使用这个词很显然 就是这个词被使用以后 他就有这个包含着 他们至少官官承认有这种低端人口了 所以呢然后呢就是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最高领导人讲话 他在新华市通稿当中他是没有使用这个词的 他在新华市通稿的那个文章一个极组的网站 红歌会网 他们上面的文章我现在也没法找到了 所以他现在可能就把这个词就是 因为领导人讲过 所以他们现在可能就是限制使用了 但是在那个百度上还是可以收得到 还有新华市的一些原来的网站上也能看得到 其他这篇文章当中呢 也讲到了这个低端人口内涵 他主要是从各方面的文献来看呢 他一般是指这个低学历低技能 无城市负集 然后干体力活 从事低端产业的这个农民工和这个这一类 那文章主要内容就是考证了一下这个词的来源 这是这个主要的 好的那看起来您呢 触到了中国的敏感的一个红线 那么上个周末呢 包括您在内的一百多位中国知识分子联名 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 要求北京市政府停止从北京大兴区开始的驱逐外来户的这个行动 那么中国当局现在对你们联署的这封广泛流传的公开信 有什么回应吗 我作为个人呢 只是这个签了个名表示一下态度 因为作为知识分子要关心民众 然后呢这个要对这种太粗暴的做法呢 至少知识分子要有个态度 我们是出于个人的这个 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关心和个人的这种 但是呢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就是 我现在不清楚他们到底有什么反应 我知道的了解的情况就是 有一些学者就是北京的一些学者 因为签了名呢已经呢被单位或者居委会谈话了 哦那您 这是我 哦OK 那洪先生 洪先生那请问您本人受没受到官方的一些骚扰呢 因为我现在是没有单位 然后呢他们可能 而且我也不是很重要的人物 因为签名的上面呢 这个名单上面有很多这个重量的学者 所以他们没有没有来找我 好的我们感谢洪正快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入口